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真仓,真单,赢钱给大家看的基金经理,赢钱贝频道,我是朱sir 今天是2024年9月12日,星期四 首先,和各位粉丝听众说声,不好意思,昨天出不了视频了 其实就是这样的,我昨天中午就真的拿一条视频了 但我出去又出得急,不记得上传,真是搞笑的 我出去做事,而且我出去又要整天,所以没有机会拿回家的电脑,就上载不了 今天的影片,我开始重新录过,但后半段是我昨天录的 所以在股价上,你可能看到是昨天的股价图 但因为方向上,或者好看法,也不会一天的变动而这么快改变 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了,我们先回覆盘 上一集我们提到纳指的大盘,虽然中线,我觉得仍然还没跌完 不过我也提过了,上星期五那天的大跌,如果有淡仓的朋友就应该先收手,只赚,只赢,只赢 你看到他今天星期回来,暂时没什么再跌下去了 昨晚还失惊无神,先跌,后急升了几百点 所以你看到,就算朱sir看他中线,仍然有所震荡也好 但是对于美股,你真的要对他相当敬畏 也有提醒,做大盘的朋友,你有股吃就真的要吃 你看看,你这次又不吃的话,就又最大恶极了 就算往后跌下去,你顶不住,先停止了,也不关你事了 因为也强调很重要的一点,美股本身是一个惯性上升的股市 跟某一个指数和上升指数的习惯性下跌完全相反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美股的特性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惯性 除非国运有完全的转变,否则短期也很难改变 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 即是每天早上起床习惯,喝一杯咖啡 如果突然叫你喝橙汁,你自己也代入不了 所以美股做淡的精髓所在,真的不能长坐淡仓 然后跌得深,你就要吃虎平仓了 那你就不要见跌,然后才追沽,或者跌了又不肯去平仓 那就不要在美股做这些事了 好了,接下来怎么看? 昨晚出了CPI 2.5 它的预测值还要是正式出数据前的下午 我们时间的下午是由原本的预测值2.5 就修正了做2.5 结果就告诉你,是符合2.5的预期 如果你问我找CPI好不好 我自己就觉得不可以说是好的 因为你也说过了 对上一个月是2.9,一眼就还比,就数落去2.5 一日子回这么多,相对比较差的味道就更加浓厚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独立看一个数据这么大把 就立即186转体,就说美国是衰退 仍然也要等下一次的失业率 飞龙和GDP这类数据才可以判断 在短线上,大股我认为是一个上下的上落市 我们也可以称为我们这个频道的称呼叫打市 打人的打,上下打叫打 我们形容作打市 我们上一集也提到,上方的下跌裂口 7月17日,我认为是今年始终也有机会回报这个裂口 短线来说,当然没那么快可以升到上去 即是说这一个,你叫附图牛偶的报价机也很好 他设定了一个这样的位置 我们看他中间没弄完一大轮之后,当然可以上回去 但是这个跟我们短线仍然觉得他有所震荡 或者是升完上去,不要那么自大 会回回来是完全没有矛盾的 不过他在时间点之间的问题 那个操作上,我觉得今晚再发神经上去 不过几百点,互相打多几百点后 如何夹到太过ぎ嚼 但是我反而就觉得可能开荜足处来旋于出现 如果如果回落的话,你回去追沽 辅趴赴客的空间又不太多 тру头不可不错,这样就说不错过了 今天纳指的部分的总结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要谈谈一个长线的题目 关于港股长线的看法 我们拿回我们频道的镇山之宝图表 2023年1月1日首次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连线级别的图表 当天我们也提醒过投资者或港股的人要收手 因为港股已经跌穿了所谓30年的移动平均线 今天你可能暂时上网也有人说 很明显在抄我们 当天我们说的时候 全香港没有任何一个座椅 会和你用这一个所谓连线指标 我用了之后有些是在惊世下的感觉 所以有些人是不适应那些 因为从来没有人用过 事隔一年 到2023年12月23日 我再拿回这张图和大家评论 港股正式跌穿了30年的平均移动线 情况也更差 所以当天也是在那条影片正式里面 大家在港股告别 不再在youtube以前这样 是经常恒常做港股的分析 好了 到了今天 2024年9月11日 我们又想说些什么 都是这一幅全家之宝的连线图 是因为它出现了一个更加恶化趋势 它还没有正式成立 但是方向上正在恶化 是什么 就是说它10年的移动平均线 10年线已经越来越贴近20年的平均线了 你要留意它的形态 不是因为拉横盘而拉到两条线是贴近 而是10年线主动向下 向着20年线的方向进发 之前两年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价格大幅跌穿了移动平均线 情况已经很差了 但今时今日是说移动平均线自己 是想插穿移动平均线的 现在说的是大资金 真金白银的连线的特别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所以可以用一个很强烈的 所谓生死存亡来形容 所以大家在今年或明年 看看它是否真的 10年线会跌穿20年线 我跟你说 这个奇景在港股有图表以来 都从来未发生过 这么枉论 就算2008年的级数也未出现过 所以为什么呢? 我经常在YouTube社群里说 香港今次和2008年不同 它不是有财富转移的东西 因为它不是一个经济周期 2008年是一个周期 而它今次好像是一个故事的结果 但是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为什么恒生指数会变成这样? 而当中 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利用的价值 去赚一些钱 尋找回一些救赎? 即是说 割了这么多人韭菜 理不仁我不义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做空香港的反人性博弈广告 这次是海外网友专享的一次线上广告 所以移民的朋友 或者来自世界各地 懂得听广东话的朋友 记得抽一点时间来听 费用也是全面的 可以点击下面的连结报名 至于香港本地的朋友 因为我看到大家始终想听 港股会升多些 经常都想听牛市 腾讯升到多少 300元爆到多少 行指爆到2万多 所以我觉得沽空这个主题 就未必符合大家的口味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 可以留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们 你也想听 如果人数多 我们下个月先安排香港的广告 和大家分享 好了 又到过股的部分 今天就说几只股票 Apple上集提到 不是太看好的 新iPhone发布又出了 而近日Oracle 根本要业绩 结果的估计 这个结果也升得非常好 那MARIA的估计 也是比较跳跃低的股份 可以说准备入标普的DELL 和中太股富图等等 好 我们要逐个开始 首先说一下Apple 当然不是开截连线图 让我们给时间 大概开截连线图 我们看到如无意外,当股票的价格在公布发布会之后,也一定是所谓的回套,没有那么快提升上去,这件事是很正常的 我相信没有人会因为发布会,你以为它会升,因为发布会里面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了道 所谓AI的功能亦是有点击牙膏出来的感觉,虽然Apple的功能一直是一般的本事 但我们坚实地看到,似乎是教主过身后,在这么多年里,Apple似乎是创新的林迪似乎是相对有限,仍然有一个所谓吃老板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视频和节目中,经常提到一些,比如Apple似乎是相对不太安心的点 比如说股价或估值相对较高,相对无风险的10年期国债,变成没有任何特别的优势 我们之前处理这些情况,其实我们的判断也是不变的 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没有什么特别了道的发布会之后,我们对于那个判断会更加地确定这件事 当然,我们也不会特别沽空它,因为之前,如果你见到股神巴菲特第一次沽空 当时你去沽空,你都给我夹了20多30元,所以我们沽空又不打算沽空了 另外,如果你叫我买的话,那我就不愿意了,因为现在不是只有Apple那只股票可以买的 有很多股份,其实它现在在回套的空间也是相对多了,譬如Google也回了很多 所以在Mac7的股份,Apple暂时的吸引力是相对有限的 而第二,就到Oracle了 这个Oracle的业绩公布也相对不错 最后的股份也是所谓是破顶 我们看Oracle的业绩表现也算是不错 首先,在每股盈利是Bit market,但Bit的空间不是太大 大概来说是5%左右 每股盈利市场的预期是0.9多,最后可以做到1.03 大概有5-6%是所谓Bit market 而整体的收入也不是Bit了很多,只是齐平 最后同比增长的7%至133亿美元 市场预期是132.3亿美元 其中在云基建营收的增长相当强劲 增长了一个很高的双位数字,差不多45%至22亿美元 当然,Long Gap是高的,Long Gap是1.39 这个美元 所以如果是连回每股盈利,应该有大概4-5元左右 除了现在的股价或实际上市盈率,大约是30倍 和一些晶片类的股份,例如英伟达,Forecast,PE 亦是差不多 整体,我相信Oracle随着团积的订单 每一季都是高市场预期的角度 所以也认为股价可能会偏向硬借,偏好为主 但你想想,整个晶片周期好像有点散了 这个股份跟晶片有点趋势的股份 它仍然业务,股价也很强 我相信资金会选择它的原因 所以,这个股票我们也不是这么自私 我相信是完全没有介绍过的,在公开频道里也曾经有说过 当然,我们学校的学生,不少人也有持有Oracle 所以也认为,万一在低位商量低位有注意到Oracle的人 也可以继续持有 然后,去到MARA 这是作为Bitcoin的概念股 最近Bitcoin连续反弹了两天,即是BTC 我们可以按BTC的图表给大家看 然后,比特币连续反弹了两天 当然,我现在连续反弹了2% 可能会受到特朗普的辩论 好像有点失息所影响,影响了短期情绪 所以,今天MARA可能有点回吐也不顶 但是,在整体的Bitcoin长话短说,我们不应该留意 除了BTC和自己本体之外 老实说,绝大一份Bitcoin的概念股 现在也没有一个值得留意的空间 可能你纯粹博取到10-20%的反弹 博取到最低位也有可能 但是,始终我觉得风险来说是相当大 因为你会发觉很简单 例如这一只股份,高低位币的幅度比比特币更大 你想想,Bitcoin最高大的幅度是7万多元左右 7万多元回到达5万多 你哪有回一半? 那个小子也是回大厚3成多 问题是,现在这只股份升到达17元 你回到13元,这就是回到一半 所以,整体来说,风险相对比较大 另外我们也更新的是Dell,Dell之前也说过入了标准普尔500,所以股价也稍微反弹了上去 但始终在近日晶片的情绪也不算太好,所以也稍微影响它的股价 但是相对半同行,主要是下游的同行,例如SMCI或半同行美光科技那些 股价始终在前低位浪高过一截,所以在下游 sector中我们会重新Dell 始终来说可能是一个相对硬术或比较好的选择 而也重新在近日新一期的业绩,无论是无利率、纯利增长的角度、订单的收入 以及最重要的是AI视伏器的无利率保持问题,其实也比同行SMCI相对比较优秀 因此我会觉得Dell的股价随着入了标准普尔500,可能会相对稳定一点 或者听清楚可能是稳定一点,未必会有太大的升幅 毕竟你老远的上方170多这些明显有炒贵了的所谓资严 因此就不要期望它有一个很大的上升空间 但是有时股份肯定在某些低位的趋势是稳定的 其实对于投资者,特别是做option的人,可能来说也是一件好的事情 因为老实说,无论做其拳或做正股也好,本来看升幅 它无限向下凹陷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大家就要留意 最后我们就去看看富途 富途近日也是一只中概股,在下大楼上场 近日跟着港股的趋势稍微地向下 其实在近日来说,我都觉得它会主要是继续跟着港股市况 既然港股,我们都看它短期内,可能会继续相对弱一点 富途也可能是无可奈何,会跟着市况是继续压下去的 而后续究竟是去到哪些位置有支持呢? 第一,他也是看港股的大盘 第二,就是要看整体的成交金额角度 当然,我会觉得富途在成交金额内的correlation不是太高 反而可能是对市况的敏感度会比所谓成交金额的角度 因为大家要明白,富途除了你心心念念的港股之外 他不少的成交金额都是在外地市场,譬如在美国那边 美国最近的trading volume也不见到有些特别萎缩的感觉 特别是有很多事件主导的情况下,我相信trading volume在美国那边不会缩 香港人如果是一般做习惯美股的人的热情,应该也不会冷却 像我们那样,我们的好风,我们都经常做美股,我们不断做美股 我们最近的成交 volume也不会跌 所以一页支钞的情况下,富途在成交金额角度应该不会缩太多 在整体的饼的角度 因此,主意会受到市况近日的情绪影响为主 要小心,保力加通路底现在57.4%都迫近了 如果稍微跌穿的话,可能再试前面的低位50多元 但始终,我会觉得富途无论如何都好,无论升或跌 而是比较大,比较大,比较大 比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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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大 比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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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大 老实说,这也是很恶炒 反正中概股是不是恶炒的情况下,不如看照片也好,甚至看上去也好 不如看一些波幅性比较大 因此,如果喜欢大波幅性比较大,比较大 而是比较大,比较大,比较大 而是比较大,比较大 比较大,比较大 热大,比较大,比较大,比较大 我们估计较大 . 下次再见